传全蜜月光 已是地上霜 群佛望蜜月 低头四故乡 这是礼拜写的经验丝 他的经验丝在中国跟派人口 几乎所有的人都会提送 我是美国人 可是我学了中文 我也在中国住过 所以我熟悉这首诗 这首诗是描述中秋节的晚上 一个人孤单在外 离开家库呢 与家人团圆 想念以前生活的感觉 李白是唐朝的诗人 这时候有丝绸之路在做毛衣 也有第一个女皇后在中国 她也是在唐朝 在这时候 那时候 中国很强大 在这段时间里 中国发生了许多事情 你白的经验丝很美 也很伤感 但是我觉得这首诗 对我来说有很多道理 也让我产生共鸣 我叫安吉 我的中文名字是明亮 我在 我从小住过很多不同的地方 所以我没有一个固定的家 我第一次去中国 是2004年 住到2010年 就去新加坡 然后回到中国 住了几年 中国住的最长时间 这边是在一个 不是很出名的小镇 这个地方 有人看我的时候 总是盯着我看 我跟他们看的不一样 那时候我太高兴 住在那里 当你离开一个地方 你会去世一些东西 也会去世一些朋友 但是 你搬到一个新的地方 你 你应该 适应 那你的生活 环境和 习惯 也要 了解 文化和历史 也 找你的位置 我跟父母 跟随 的半全 去 啊 半全 生活中 长大 学到了不同的 文化和 啊 知识 真正 体会了这句话 读 版 卷书 新闭 新闻 笔 路 这项初心的学习 让我知道 世界之大 好 好 好 买灯 有 文化之光 有意思的事情 我以前没有想到的 我很容易地就学到了很多 文化之光 有意思的事情 反正也很影响你的 方式和生活习惯 比如我讲中文的 语气和表情 有点像一个地道的中国人 我在国外的生活 经历让我开眼睛 但是 我身上 环境绕 让我觉得一个 生活不能总是一样 所以 我不离你 适应生活的变化 你用你 地查营的独特 独特和信赖 向你周围的世界 去经历和参与 社会突发猛进的变化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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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